来一把小手枪快乐一下 之后要是下学期那个虚拟显示 你可以拿着这个发射子弹 然后这个建模的话就是说 这个是圆柱的 这个是方的 所以咱们就从这个圆柱起手就可以 先做一个圆柱 看到没有 然后F4网络先显示出来 在修改里面 这个不需要 这个就12个就已经很多了 8个其实稍微有点少 是不是啊 那就12个 那么这个就无所谓了 然后这个X轴的话是左右的话 那你这个Y轴这个朝这边还是朝这边 习惯一些 枪头 现在先朝这边吧 转完了之后 这个输入一个90 然后W移上来 X轴是左右 有些人说你这个东西 外珠朝那边好 枪头朝那边好 这个-90应该是朝那边 这样比较好 感觉像那个方向是对的 X轴是左右嘛 这个枪是朝前的 对不对 好了 咱们看这个造型 这个长短无所谓 咱们可以编辑 然后N1选这些点 移动一下 大概这个中心 你可以补出到这个轴心 无所谓这个 感觉这个长度是这个的一倍 那你就Ctrl、Shift、E连接一下 它是不是就把我这个路平暂停了 没有啊 好 1到这个前1%这个位置 然后再来一个 然后移到这比较接近的位置 这个可以往后一些 枪式的话 你N4选这些面 你可以缩小 看到没有 然后这些面 你可以放粗 按比例 按长的这个比例 差不多 这个宽度是这个的 差不多两个半吧 差不多 有点像 之前咱们做的那个酒瓶 这一圈12个有点多呀 然后这个再来一圈 放到这 这会儿它有两个折 这个折痕 啊 又加了一个缩小 然后这个位置 加一个 然后倒一下角 点确定 这个啊 选这个横的 按Alt-Ctrl-Shift-E 然后这个可以缩小 然后这两个可以加一个 然后放大 这样它不就圆了吗 然后前面这个N4 挤出一次 远地横缩小 可以稍微往前挪一点 过度一下 再挤出一次 缩小 再挤出一次 往里 然后再挤出一次 往里哈 看到没有 然后它形成一个点 Clubus 然后这个点你可以就是 N1稍微往后一点 那么看出来 就这个地方稍微有个过渡 就是过渡到什么程度呢 就这个 就是你转这个窗口 窗口 转到 差不多 这个 就是往里一些 比这个厚一些就行 正常就是这样 是转过来 不至于露线就行 它总有一个 很少有这种净土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个时候 所以说有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后面明显粗一些 所以说N2选这个线哈 哎呀 崩了 我的天 嗯 这个out-to-back里面还是有的 就是这个 你的这个文档里头的3dmax版本 然后out-back里面有按时间存的 这个还有一点啊 然后这个N2 把Ctrl控制把书法关了哈 然后或者是切换一下 然后这个缩一下 这个放大到合适的位置 这个双击放大 放到这 嗯 然后 这个感觉好像 嗯 还好 还好 这个过度一些吧 嗯 可以 嗯 然后这边 这个就是双击 有点像那个香肠 那个看不看出来 就我们家小狗都不吃那个香肠 但是有时候吃还是感觉还是很到位的 感觉像回到了小时候去存油的感觉 这个大一点 嗯 nice 看到没有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 你要是鼓起来的话 也行 我这块想做过度 嗯 这个地方来一刀 鼓起来 其实不来也行 省点面 来吧 鼓起来吧 这个地方两个变四个就更圆了 后面这个哈 按四击出 缩小移出来 这个再击出一次 这个再击出一次 缩小 往回来一点 然后再击出一次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它形成一个点 啊 然后 这个东西 你从这个测试图 你调一下 l是图 调一下 这是这个 按照我说的那个 它那个边长一致一些 它就漂亮了 然后这个中心点呢 一定要移出来 一点点 然后你就好好观察这个大小了 啊 这要是小的话就高一些 暴征这个边长一致 然后你可以一起选中 这么样拉长 嗯 这是圆一些 然后后面更圆一些 那你就这个再大一些 啊 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加一条都可以 啊 间距 控制控制 愿不愿 然后这个长段控制控制 别太长了 啊 差不多 是这意思 面稍微有点多了 啊 其实这个凹槽可以不做 就一个平过来一个斜过来就行 面很少的就可以 然后上面这个啊 这个你要么弄模型插上去 让我们怎么从这上面批线做得了 这个 先批一根线 移到这个前面这个红的位置 然后这个线变两根线 摻粉是不是就能变两根线 挑一些间距 啊 点OK 然后这个点焊到前面 这个点焊到后面 啊 然后这个面 挤出 X处子挤出 然后 W移上来 然后 你可以再来一次 呃 直接吧 咱们直接 哎 这个怎么不够了呢 因为它宽了 能不能明白 因为它宽了 所以比那个原先那个低了 所以你可以高一点 然后这个位置你可以移过来 然后这样 然后 Ctrl-Shift-E 再来一条 这一条是这样的 架势的 架势 嗯 嗯 那么看是 Mice 然后底下的这个是 可以选面压缩 也可以用刚才这个方法也可以 N2选中心线 这个和 就这个就行 到时候前面用这个 Tranfer 这个厚度都可以调 你看 选这个线合并它 先合并了 它再说 然后 N2 这个线它不就可以往前了 对不对 啊 N4选这个面即出 这有点薄 上面一个是 一个小飞翼 小飞机的感觉 9屏变小枪 然后 这个 你可以 按4 这个面 Grow 加选 然后拉快一些都可以 舒服 然后底下的这个 NL 按下F4 F3 然后N1 你看 这个 拉长一点 嗯 然后这个点 这样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再往前 然后这个点可以先往里收 然后再挤出来 这个总体是往后的哈 它这个高度你可以补捕一下 这个总体是往后的 稍微有这么一个造型 然后N4 看看能不能再给它NP哈 N2 这块P线 多选一圈吧 Ctrl、Shift、E 然后 然后 这个点 N1 Ctrl、K 把输入法 换成英文的 不是 连接一下 这块连接不好 你系统连接 你看 这个点如果不是一个蹲脚 是往里凹的 那那个连线就不好了 所以说这个得注意一下 这个 就是它系统连接会出问题 这样来 这样就好了 它就不会出问题了 然后 你这个N4 这个面再寄出一次 移下来 从L视图里看一下 然后这个整体就是往后斜 移下来 把手 这个呢 它整个这么斜 那你这个就再高一点 啊 然后这个 这个放到这个接近这个圆点的位置是最好的 将来咱们统一的时候 应该是板机靠靠近那个 板机的圆点 对吧 将来是换的时候好换 啊 也没事 到用那些什么 你要是分别导入的话 弄个空物体也可以控制 然后这个 稍微高一点吧 按比例吧 这个先不管那个 然后你看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 也就是这个长度 蓝色的这个厚度 稍微厚一点点 啊 然后这个宽度没有那么高 宽 再薄一点 能不能看出来 然后这块弯的 所以再加一刀 加一刀 加一刀的话 这个地方 往里凹 这个瘦一点 好看啊 然后这个地方再加一刀 这个就是往外的 然后这个往里收 那个圆角就概括出来了 好 然后这个板机可以再来一个 嗯 到时候那个的这个厚度 也可以调 对不对 这个板这个板机感觉还还可以再宽一点 这个地方有阴影感觉这个地方可以再宽一点 这个地方可以再宽一点 这个地方可以再宽一点 这样是比较合理了吧 和那个线还比较接近了 嗯 嗯 然后 缺一个板机 你从这上面做也能做出来 嗯 但是对初学者稍微难一点 你就按这个 选这个四个面 但是做个插上去吧 反正将来你这个还得能动啊 做方盒 看到没有 然后 啪啪一点就放到原点了 按L1过来 放到这插进去 少许 转成都没写上 然后 这个高度就插进去少许就行了 这个也是插进去少许 好了 这个斜的 所以说你这个应该收一收 这个地方多一折是不是 那你就这块连一个线吧 Ctrl-Shift-E 然后和这连接一下 然后这个高一些 选这个拐角哈 这个差不多 这个差不多 嗯 那么感觉出来 这就是你的板机 将来他这个 你搬的时候 他可能往后有一个小小点的洞 我其实可能看的时候细节没有这种 这个他可能还再大一些 嗯 你看这个长度 看他其实挺大的一个东西 还好还好 就别露馅儿行 然后这个东西的厚度调整一下 看到没有啊 然后里面的面扇不扇都行 反正他看不到 就这个 然后点这个 就推出这个模式了 然后这个 嗯 有点糊涂设备 这个地方有点面有点少 那你就这个 按L哈 这个地方再加一圈 嗯 就有时候其实少一点好 比不到异道 他那个 赶脚很强烈 嗯 这个是弯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弯的 这个地方是 收一收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反而有点多了 嗯 不行 我就给他删了吧 按Ctrl推格 这个地方 留一条吧 嗯 鼓起来凹下去 然后这条也不要 嗯 这样是就面少一些 啊 这个也是 面少一些 概括一些 嗯 你留着也行 没事 然后就是按4 呃 这个红的这个 你要做出来 那就更好了啊 按4咱做一半 然后到时候镜像过去 这块 一起吧 感觉是这样的 好像就到这里 结束了 挤出一次 原地的 然后缩小啊 看到没有 压扁 你先从这个L式图上 给他挑好 大小 然后这个圆度靠这个 哈 然后点这个 一起 再扁一点 嗯 nice 然后这个就也可以 这个靠这 这两个往回 然后这个往回 然后压扁 嗯 找好这个圆度 然后找好他这个位置 然后你这个一定要控制一下 这个 你从F前视图看一下 不管这边 然后这边你看一下 这个点一定要斜出去 你看和这个斜度一致 他就是一个 圆度比较一致的东西呢 嗯 里面这个对齐了 这个 嗯 这样是他符合这个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这个圆度再多一倍的话 他就符合那个 嗯这样是就圆了 那明白吧 但是你不用你就和这个符合就可以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应该是在这儿啊 按PG 那么感觉出来 然后这三个 还行吧 这样是的话 咱们按4 把这个全都选中 就是这个ID是1 然后这个就是1 就行 绑花子 然后你要想弄不一样的 那就肯定是他就是2 然后进去这个是3 或者是枪口这个 N2选这一圈选面 这个来个3 然后断开 啊 然后 这个可以来一个 2 是不是就分开 这不1吗 枪头是2吗 这个1 2 1 对不对 2 然后你要是上面要是想断开 那就有个中线能好一点 应该弄个中线好了 是不是 那咱们弄个中线吧 这个Ctrl Shift 1 这个点连接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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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哈 从这个L视图再看一下 往前挪一点点 就是中间的这个线 从L视图看一下 这个往后挪一点点 就是让它错一个位 然后顶视出这个 L也是L视图 稍微往上一点 就是扩一下别人那种感觉 感觉的东西 啊 嗯 这个块有个阴影 它就有个折好看一些 然后咱们就把它选中 Ctrl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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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N4,剪掉这部分,按Ctrl再加上,就这后面这部分,再薄一点 它就有细节,它就好看,像这么回事 然后这个可以用凹凸还是自动的 自动的吧,凹凸这个也行,挺好,自动的 然后就是这个它,你选中它 击出一次,刚才这个上面这个不是还没弄完是不是,刚才我去取块地了 这个就是有一种扩张的感觉就可以,中心线 这就可以了,然后底下这个也是一样 底下这个,你选中它,Ctrl、Shift、E,然后连接一下 这样你分UV画图,它都好画一些 然后N2,去掉这个,去掉前面所有的 就留着这个背部的这部分,NL,你看一下 稍微拽出来一点,整体这个再,你再给它拽回去 这样是它有一个立体感的一种感受 双击这个,剪掉后面的,然后剪掉这块的 能不能分出来,不看都能分出来,那就厉害了 就对这个比较了解,这样好看,NP键 这个也是NL键,然后NP键 把这个选中,NL键移下来,整个一个扩张的 这个地方也是N1,这个地方只能选点了 你看,它没有给你调这个方向,对不对 看不看,这就生动一些,这个里头 你可以完全画出来,也可以做出来 做出来的好处就是,它不容易跑 因为你这个行人,怕你UV画的时候它跑了 其实应该还好,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来一个,这个长度控制一下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问题了 你看,这个凹进去了,所以说你这个必须得连 然后按4,把这个再挤出一次 挤出,然后缩小 也可以用outline收缩那个轮廓线那个 然后按P键移出来稍叙 然后整个这个,从顶式图,你就可以删掉这一半 底下和上面这个,咱们已经处理过了 板机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要注意 那么板机你可以先N5把它分离出来 底踏尺分离出来 然后上面这个N4 删掉 分好UV在镜像都可以,行不行 行不行 挺好,挺好,挺好 nice,nice 你要想省面的话,那你这个点 这两个点可以合并的,往前合并 这个合并到这 这个合并到这 然后这个就不用合并了 因为你这个是个转折嘛 这个可以合并,对不对 这个可以合并 然后这个点连后面其实也行 连前后都无所谓 这个地方缺一个弯的地方 缺一个弯的造型 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地方 Ctrl、Shift、E连接 然后把这个调到这 这个第一点 这样它就漂亮舒服一些 能不能看到 你也可以把这个点再节省一下 又崩了 我的天啊 真坎坷 我这个运气还不错 然后我另存了一份 嗯 这块 按E Ctrl、Shift 连接 按这个 把这个边去掉 Ctrl、Shift、W 目标罕接 然后按R选线 把那个N推格键把它去掉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调整一下 nice 这样就挺好的了 整个东西就是造型就出来了 如果你想和它对一下的话 你这个可以啊 它这个都弄完了 再那个什么 转一下 你看和它比较一下 是不是挺挺好玩的 然后退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高一点 然后更好 更像塑造一些 然后这个地方多一个线 更圆一些 或者是你把这个地方也做出来 做一个凹的还是凸的都行 那个手边 我感觉忽怒把手应该涂出来 好看 咱就不做了 咱到时候给它画出来 我主要是想 突然间想画画 看这个 看这张图 那么咱们非UV啊 你有UV检测图是最好的 那个图我给你放到摆头盘 还是怎么事 放到摆头盘 然后这个 你按4 这个挤出后图之后 还没给它软化边 弄一个凹图 保存一下 你也可以给那个面 硬面 那么这个有了之后 按一下M键 拽一个stand标准的材质球 点右键 赋予它 在这上面点右键赋予它 或者是直接左键 这个点 拽到它上面松开 或者是选 Maya 它不是Maya Maya可以点右键赋予它 它就不行了 然后这个双击一下 就编辑它了 这个在这个Diffuse 固有色上面点开 然后找到这个Map 找到这个Bitmap 然后找到我这个教程里面 有一个这个UV 那么可能点这个显示 show standard material in viewpoint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双击一下 你这个重复度来个10 多重复一些 两个一样的 因为它是正方形成图 然后在这个里面点一些 按一些U 修改器 在物体模式 然后到这个便利器内部 首先来一个什么呢 自动的 这是自动的UV 实际上这个东西 为什么加中线 为什么砍一半 就为了省事儿的UV 全路选中 来一个这个快速平面投影 然后用这个RELAX松弛一下 然后这个内部的这个面 选这个点移出来 然后这一圈点移出来 然后松弛一下 能看到 nice 这样画起来会非常舒服 你给它从这个圆子切 从这个地方切断 其实也行 这样就很好了 然后再把那个把手再带上 你这个东西 反正咱们就是想画一下 适合初学者 这个东西就是按Ctrl 缩放它是按比例的 就是说 整个这个表皮 有没有印象 就是整个给它拍平了 你想一个乒乓球的一半 你给它拍平了 它肯定会裂的 拉伸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这样的地方都可以裂开 但是你接缝 你画的时候就不好画了 像这样是 你去掉这个贴图 你不显示它 看不看到 别显示它 没有用 这个是看这个的 这个东西你扭没扭 大小合不合适 那么你这个是进去的 从这个圆 它肯定会扭的 你像这个地方 它是平着的时候 画舒服一些 那你这个地方 比如说从这开始 你就可以点这个 它就对齐了 对不对 像这个地方也是 点这个都对齐了 移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一样宽的 能不能感觉出来 这个这个地方 口言处 你选这个 Shif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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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拉 拉宽 我的天 它不听我的 那你就 调这个 然后再调这个 一屏 看着一屏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也可以用这个 对齐攻击来对齐 但是这个工作量 就是稍微大了一点点 这内部看不见 反正是个深色 你看多漂亮 这个地方有一点拉审 是正常的 能不能看出来 按照比例 然后口言处 实际上外圈比内圈大 就这个 双击这个N2 双击它 其实外圈比内圈大 那这样是正常了 它扩散的 你要是调成平的也行 就这个 刚才那个N2 这个也行 就这个 变换这个 这个移下来 和它对齐 这个移上去和它对齐 也行 它这个图会拉伸一下 但是这个宽窄 得符合那个面 它不是很气的 说你再调 这个也是 这把它就舒服了 前面是平了 它也是平了 它这个就舒服了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将来你画的时候 能非常舒服 尤其是高光 要对齐一些东西 这个面不能靠太近了 你这个实物宽 所以这个就拉伸了 这个宽度和实物是比较接近的 它就比较舒服 然后前面这三只应该差不多 这个后面这个稍微宽一些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长度 你就推算一下 这个往前一点 这个中心线你找着 一平的 它就舒服 然后N2 双击这个 压平往前一点 这个双击一下 压平 双击一下 压平 然后后面的这个稍微宽一点点 前面的这个稍微宽一点点 然后这个双击一下 压平 这个稍微宽一些 你可以选中这些点 按E 一起往前挪一些 这个边要留一点空间 就这块离边缘 然后这些点 压平 在这个一起吧 这说明它宽了 是不是 这样它就舒服了 然后这个 后面这个 你要是一起的画出来舒服 不一起也行 到时候你看一下 不行 你画不好的时候 你再改呗 按Shift键 把这拉快一些 能不能看出来 按Alt键 中心线直一些 给它对一对 然后这个宽度稍微宽一点 然后这个东西是边缘了 你这个边缘 你可以薄一点 用不着那么厚 能不能感觉到 反正它是头影 要变形的 边缘用不着那么厚 有一点即可 平的这个线也可以拉直 这个平的线 你把这个中心这个线都选中 框选这个 然后上下压平 这个因为前途缩小了 其实压平也行 后面这个你压平了 你画起来能舒服一些 然后这就可以了 然后把那个板机也弄一下 这不分完UV了吗 你镜像一个 然后选拷贝 然后拷贝了以后 这个正好这个轴在正中心 你这个 Attach它 然后按3 框选这个local的这个地方 然后点右键选点 这个点呀 是100个 Y的焊接之后 应该是50个就对了 再按3 没有这个选择的东西就对了 它是 它是一个封死的表皮 然后你Attach它 然后这个东西还要注意一点 隐藏的这个显示的这个里头 把这个 backfacecut勾开 给一个Reset Xform 从这里面给也行 修改器里面给一个修改器也行 这样是它就 旋转和缩放它没有负的 没有负的 所以它就不会面反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再加一个这个 它UV肯定是重叠的 剩下的咱们把板机分一下 板机的话 就正好这个面 你不都选中了吗 在这个Mapping影视里面 选这个炸开投影 炸开投影 然后你给它 按这个Ctrl缩小 然后这个不用选 然后移到一边 然后你选这个面 把这个面选中了 移过来转 这个就是你现在的这个 然后你N2 Ctrl Shift S 我设置了快捷键 缝合一下 看到没有 然后那边的那个 其实是可以和它重叠的 这部分其实是N3 Ctrl B断开 在这里面你转一下 应该是可以用镜像吧 这个 这个镜像一下 然后它镜像了以后的 应该是这种 能不能看出来 转一转 不行就调点 因为缝合的时候 那个大小调了 那个边调了 哎 速放一下 不行调点 这就很很完美了 不行你把那个点 再单独再调一下 这两个都对齐一下 它就对齐上了 差不了太多 然后那个这个缝 你就缝合到底 那个边就可以 就这个边 Ctrl Shift S 哇它跑了 不够意思 它怎么跟着跑呢 应该是这个面多 这个面少啊 那就给它旋转一下 在这儿 用这个转一个水平的 然后用这个给它移过来 选这个边 然后N3 狂选这些 选这个元素 移上来 再移回来 或者是你狂选 这个out键 减掉它 然后这个点 点这个 select 可以Poly2Rtex 然后你把它选这个 然后移动到这个点 这 Nout键减掉 把这个去掉吧 放大一点 太这么人了 是不是 还好这个点少 这个就物质了 不差那么一点 差那点 你那图要小的话 它可能都不够一个像素 就这意思 这个板机 看不看到这个两个图 检测图就这个作用 控制它大小一致 剩个地方没有什么用 到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 再放一个子弹呀 或者再放一个靶子呀 再放一个特效的图 都可以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输出一张 工具里面渲染这个输出一张 不用滤边 这样是存一张 这是1K的哈 其实画我想画一个一个那个512的小图 糊弄一下 存一个吧 就在3D的道具里 啊 小圈儿 然后存一个这个gpj的这个UV图 这是啊 哎 选错了 这是pnj了 按钩啊 这个不用压缩 确定行了 把这个关了 把这个塌线啊 然后这个就可以调成黑色了 啊 坐标的话 你就先聚中吧 有的要求你是放到原点 啊 保存一下 啊 然后按一下mg 这个是nn了哈 这个图就可以删了 到时候咱们把画的图贴到这上面 行不行 然后f4 哎呀 你看越看越漂亮 啊 这是模型部分 这不UV分完了吗 然后把这个放在这 把UV的那张图拿过来 一定要立马啊 Ctrl、Shift、S 存一个叫Color 啊 行不行啊 嗯 就这个字母加数字的啊 嗯 特殊方只能用下滑线 用下滑线隔开 种族部落 嗯 不为名 物体名不为名 然后颜色什么的这种 嗯 节点名啊 然后有了这个时候把它复制一个 关掉这个填充一个颜色 Ctrl、U把它变成一个灰色 然后深浅看自己 舒服就可以 然后这个 反向 Ctrl、I 反向就是这个 Motip乘下去 啊 老是弄上数字 Ctrl、I 反向 Motip乘下去 然后这个新建一层 这个就是Color 嗯 这个就是 UV 这个就是BJ Background 然后这个可以NV N1 你要看不清了 你就先这么样 然后这个 我这把给你把这个图啊 接个屏 这是放大的啊 小图其实看着挺有意思 然后到这边 我给你来个这个色指定 Ctrl、Shift、V粘贴过来 然后找到这个 嗯 E过来 首先它整体的这个颜色是个小蓝色 啊 你就 吸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NM键 按Shift键 它就画了一个正方形框 啊 或者是你点这个也行 嗯 out键 减掉一部分 差不多就可以填充一下 嗯 当然 咱们填充到这儿 啊 然后你把这个图层 嗯 V键 嗯out键 突出一个上来 然后可以选中它 对不对 这个的话你 它还有一个什么颜色 主要就是蓝色和红色对不对 这个橘红色很提 很提实 然后选这个填充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白色和一个绿色 就是啊 它一共就四个颜色很清亮的啊 就这俩就行 就这俩就行 然后这个俩 nout键复制 你先放在这儿 好吧 选这个 然后我 吸一下 这个白色高光的部分就可以 填充一下 然后哎 有点发黄哈 然后这个 按Ctrl点一下 这个图标的位置 按B键 吸一下这个绿色 看到没有 啊 这个颜色就定下来了 就这些了 CtrlE核词 核词 把这个 然后咱们来一下吧 这个是 嗯 Index ColorIndex 就是那个 色指定 没有那个啊 其实放在原画上就行 然后这个 咱们填充一下 这个CtrlA全选 按Delete 它就没有了啊 什么都没有了 就复制了一个 然后首先你这个 你这个就无所谓了 大多括弧 你就画一个块 避开这个 这个其实无所谓 就是逗你的啊 然后这个 填充一个颜色 吸这个蓝色 按B键是brush 按Alt键 吸个颜色 然后按 弄个选区 按AltDelete 就是填充前顶色 你吸的这个颜色 然后把这个去掉 CtrlS保存 你存一个 PSD的 工作起来方便 然后修改起来也方便 然后这个赋予它之后 你双击它 把这个Diffuse找到你这个PSD Prob GameProb Prob Prob 那 我弄了GoPG 这个标减啊 这个点开M 点开这个 换成PSD Clubs Liller 然后这个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可以在这里面选这个 FlatColor Nice 但是这个一点音也没有了 完全靠你自己画的 FlatColor 然后非常快速的 我把这个红色的部分选出来 T10的地方 沿着这个线 你单独弄个层也行吧 单独弄个层 然后吸这个 填充一下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一起 注意哈 一定要比你的这个UV大三到五个像素 遇到这个空空的这个YT 啊 这个这样是就可以了 啊 多了少了都无所谓了 再多再少 再少就不行了 然后这个 这个板机是白色的 NB-C这个 然后 画这个框把这个填充上白色 它这个偏一点小嫩黄哈 你给它让它偏蓝分也行 这个啊 就是绿色的 里头呢 你就都是绿色了就行 你先填充绿色 应该填充到这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小白条 再往上填充 啊 然后这里面 把手上那个啊 这个小白条你看 复制一个 这个color要不要叠在一起 要不选不好选 啊 行不行 然后上面这个就是白条哈 然后 NB-C它填充一下 然后NV你看 可以移动它 嗯 然后你也可以按方向键 一个像素 然后这个东西按Ctrl-T 变换啊 按Shift键 调一个边 然后NV键 按Alt键 复制一个 它有宽有窄 它这个就是漂亮一些 随机一些 啊 不用那么工整 然后把这个再窄一点 然后宽一点 间距稍微窄一点吧 然后合成合成 Ctrl-E向下合成 Ctrl-T 总体再压缩一下 能不能感觉出来 有宽有窄 然后绿的那个也是 稍微有点变化 要不然就NM 画这个 N这个V N方向键向右移动 两行像素 去到这个网线 Ctrl-S保存 到这边点一下 它就更新了 能不能看到 这个是 不有色 那么他们 这个地方有个细节 有个图案 有个两个钉 还有这块搞不好 还有个字 这还有两个刻度 这还有一些图 这还有一些做旧 越看越有意思 越看越有细节 是不是 然后这个地方好像细了点 我做的时候 嗯 然后咱们把这个 color 你要是叠加到一起也行 这个地方就是color 行不行 这个地方看不见 其实它俩合成也行 这就是color 然后咱们弄一层是细节 detail 还是一层阴影 还是一层做旧 这样你就很清楚了 咱们把这个图可以按print screen 就是截屏了这个图 然后到这个里面按照这个 ctrl v粘贴 然后你把这个图 用这个aller套索工具 给它抠下来 我按快点键 会不会把这个 录屏给它又打断了 ctrl c ctrl v 把这个扔掉 没断 然后这个到这 nv给它移过来 看到没有 nt ctrl t 然后可以放到边缘旋转它 拖一个角放大它 嗯 然后这个转一转 我还是喜欢以前的那个n shift 还是nctrl 就是nshift 那个保持比例的那种放大 这个我得看着点这个 这个边缘的厚度 上下的高度 差不多 底下的就好像少了一点点 这个可以nshift nctrl 可以移动一下 nshift 可以单独一个轴拉长 确认一下 把这去了 保存保存一下 这唯一是有点图案的 一个地儿 嗯 还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扭拨劲 然后再调一下吧 到时候你画的时候调整一下也行 这个呢 ctrl t 可以变换这个 拽一下 这个往上拽一下 就是这块这个轮廓 适合你那个模型的外形 啊 这个 这个 不适应 不愿意用这个 close 好 更新了吗 差不多吧 这是一个基础的固有色 那么 他还有一些 这个 这个图案 死到 啊 这这屁股眼你可以自己编一个也行 然后也可以像真实的玩具 把这个缝强调一下 廉价玩具 应该有个结缝啊 那有点太坏了 那个稍等一下吧 那么这个咱们就 你要是有一个阴影关系就好了 咱们把这个合层 这就是图案 等会给它抹干净一些 这个是color 固有色层图案层 这个就是那个 AO 你可以烘焙一个AO 也可以自己画一个明暗关系 比如说按照这个线 这个 你用这个黑白来画 然后按这个 这个黑颜色N1 就是1% 然后涂抹一下 然后这个图层你叠加下去 用color soft write 叠加下去 然后上面这个稍微重一点点 中间这个是亮的 可以涂白色NX键交换 黑白在一起不好 所以你就先画黑色 按E橡皮可以擦一擦 你要能烘焙一下是最好的 这个可以烘焙 咱们烘焙一下 选这个小枪 把这个先断开 按delete键 然后这个flatten先去掉 先来个default setting 然后按一下0 然后这个里面你选输出的位置 这个先烤出来 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先粘贴一下 然后我也懒得画 自己摸了 到你摸好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飞机 然后你选这个 它本身的completed 然后测试一下 直接干1k就得了 然后点render 行不行 行不行 这个行不行 还好吧 还好 然后按shift键拽过来 然后这个图层 就是aosoftlight 你也可以用这个 overlap hardlight screen autoped 试一下 softlight 应该可以 颜色会变纯一些吧 对 暗的地方会变纯一些 你这个图层 你也可以nv 这个输入法 哎呀 很烦人 然后按一下v 按一下3 就是这个图层30% 然后把这个去掉 保存一下 到这边呢 这就不要了 这个 然后刚才那个文件夹也不要了 就他存在这里面 你已经使用了 把它删了去了 这个nm 把这个再重新连到diffuse上 拽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 双击它 显示出来 重新显示一下 这个没给它吗 你的 嗯 这个把它flatten 这个color勾上 你看 哎呀它有一点阴影 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是你烘焙的那个 这个立体感有点默认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可以自己抹一抹 按照转折的关系自己抹一抹 比如说这个地方 红的地方是个转折 那么 按b键 c 这个稍微重点颜色 你可以这样哈 先画这个黑色 先弄一个空图画黑色 针对这个 看到没有 不要有漏缝 点击一下 再点击这 你按0 要不你涂抹那个 怎么事啊 要不你从不是0的话 百分之百的话 你从比的地方 它就不匀 弄0的话 它反而 就是均一一些 你看 你要是30% 它抹来抹去 它不匀 这样是 抹了一个盐出来 这个 你这个 NVN3 30% 你看看 N1就是110% N2就是20% N1吧 然后 低加下去 你看这个就变成100%了 它们都是 100%和30%的存在 然后存一下 到这边 你看 它多了这么个细节 虽然不是很明显 到时候咱们可以强调它 然后这个红色也可以加深 模型本身 你看 这上面亮 下面那个什么 你按这个 X键弄白色 涂抹一下 看到没有 这有点厚 再薄一点 这个UV没拉指 你就点一下 在这按Shift键 再点一下 然后 你用笔先涂抹 这样 涂抹到一半的位置 然后 按E 橡皮 按E橡皮 然后 插一部分 按B 然后 按E橡皮 插一部分 然后 按B 按X交换前景色 并前景色 这块刷一个黑的 能不能看到 在转这个地方 按E稍微插 A 按E 按E 稍微插一插 过度一些 按3 30% 插一点 能不能感觉到 这个一露缝 它就不好看了 等会儿你再处理一下 你看这黑白都一露缝 它就不好看 这个就有立体感了 Ctrl S保存一下 这边点击一下 它就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了 很有立体感 对不对 然后 其他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这么干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是有造型 它没有造型的地方 也可以这么干 像这个地方 咱们抹一下吧 自己画一下吧 吸这个固色 先画深色吧 然后咱们把它画出来 选中它 按正常来讲 它应该是个平的 按Shift键 平的 然后倒一个角 你用钢笔工具 是不是能好一些 然后弯进来 按照你那个这个线吧 平着的 然后来一个弯的角 我先用这个直的 按Shift键过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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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现 这块来个直的 然后Ctrl、Shift、I 反向 按Delete 它外面就没有 哎呀 没有了 在这 按B键 把这个勾掉 按0 吸这个颜色 抹一下 它外面就没有了 然后Ctrl、Shift、I 再反回来 吸这个绿色 贴着这个 再抹一边 这个绿色 看到没有 你可以 哎呀 新建个图层抹好了 然后Ctrl、D 去要选去 你画一个这个圈 NM 按Shift、M 画一个这个圈 按Shift键 拖到这儿 放大哈 按M 向上一个箭头 然后按这个B键 Ctrl、Shift、I 反向 吸这个颜色 抹这儿 哎 怎么连里面也抹了 它是橡皮吗 难道 橡皮 涂抹呀 应该不涂抹这里 它够语化了 应该是 Ctrl、D、选去 NM 你看我之前用过 那个用过一个语化的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 里面就行了 回车 我说嘛 有这个 然后按B Brush 里面 你可以按Ctrl、H 里面涂绿色 Ctrl、Shift、I 反向 Ctrl、H 然后外面涂这个蓝色 它这个拐角就很圆 好 然后这边这个也是 你没有那个也行 你直接Ctrl、D、选去 直接在这个颜色上涂抹也行 可以的 没问题 这边感觉薄了一点 然后你这个可以按这个套色工具 把这个白色再填进去 填充一下 然后Ctrl、Shift、I 反向 Ctrl、H隐藏 按B键 吸这个绿色 把这个边再画一下 这个去掉 然后这个就是固色 然后给它可以来一个突起的那个阴影关系 就跟上面那个一样 一更新它就漂亮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造型的话 它就看着有点单一 有点造型 然后这个 东西 加一个边呗 你看 它就那个什么 你在这个上面 先新建一个 然后用一个黑色 先画一圈 你这个要能选出来也行吧 按W 然后在这个上面按M 这个不是很齐者 按M的邮件 不行 你用TOS工具再选一遍 按Shift 加选这 来个直的 然后按M 黑色的 你可以朝里面描边 10个像素 这个 这个 嗯 insight 6像素 能不能看到 然后按V按3 它不就30%吗 然后这个白色的地方 是不是缺失了一部分 怎么语化了呢 脏了 乐了 怎么语化这么严重 描边的时候 是像素太扎了吗 然后这个你把图层改成这个Screen Soft Light 它这个颜色会变纯一些哈 那你用这个 Overlap Hardlight Divided Screen ModelP Screen呢 Screen也不行 我的天呀 就这个可以 但是这个你要是按部前 按部前的话 其实亮部也前了很多 这样也行 Ctrl-E和存 Ctrl-S保存 然后这边 看这个东西稍微有点立体感 但是这个有个白边挺讨厌的 它描边描了 因为像素低 它没描了那么的好 像这个东西你要加高光的话 就是你可以这样 新建一个 这么一条 Shift M 切换成这个具象 然后填充一个白色 然后这个选成这个Overlap 还是Soft Light Overlap应该是颜色提纯一些 这个好吧 然后NV N3 30%放到这 Ctrl-S保存到这 你看一下 有没有高光的感觉 但是你这个 得控制住 它没有那么长 按M 匡选到这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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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的感觉出来 然后你可以用笔蹭一蹭 然后再来一条 有主有刺 按V键再拽一条 Ctrl-T缩小 按Shift间 缩小 然后这个 按5 按2 20% 上面这个 4 40% Ctrl-S保存 这个太机械了 看不看到 将来可以调整一下 宽窄啊 或者是浓度啊 然后雨化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 上面有个小圈的这个 你也可以给它画出来 这个哈 高光啊 和AO实际上 你看人家怎么要求你 有可能是放在一起 AO应该是单独的 高光这些黑白关系 这个应该单独弄一次啊 这两个先放到一起吧 这是黑白 这是高光 嗯 然后这个也可以涂一些黑白 然后这个 我看看还差啥 这个造型上来讲啊 颜色上 准备再加一个圈 这个实际上 你可以用AO 新建一个 确认再合成 按ShiftM 按Shift键 画一个这个圈 放到这 可以再小一点 可以画一个大的 然后再弄个小的叠上去 这个呢 按B键 C这个颜色 然后Ctrl-H隐藏 隐藏 隐藏了就看不见了 哈 在外圈上画一圈 Ctrl-H隐藏 然后C这个浅色 在中间点一下 30% 点一下 Ctrl-D 然后把这个图层按V键 移过来 放到这 复制一个 这有点太重了 整体来讲 现在有点太重了 这个你可以就是 我看看 你这个要是 有颜色 那你这个就不好弄了 那你就detail 放到上面啊 这个可以这样 可以去个色 Ctrl-Shift-U去色 然后叠加一下 用这个Soft-Lite 然后这样是 这不就可以和AO放一块了吗 AO是什么 Soft-Lite 对这个也是 Ctrl-E核层 这就可以了 到时候咱们再去强调一下 强弱 这个呢 就是那个高光 这个这个也可以 Soft-Lite 然后核层 就是这个黑白是分开的 能不能看出来 这张图上就是黑和白 就黑白 你自己画黑白 然后这张图上就是颜色 固度色 外形 控制型 有时候互相是穿差一点的 这个地方就不要了 这是什么事 这个是那个AO的那个 保存一下 这是不是越来越像那么回事的 然后做旧的这个 你可以就是 比如说这个地方做旧 你可以用这个笔头 我给你画一下 就是这个 再形成一个层 这个叫什么 Dirty 是这么拼吗 我也不知道 瞎拼的 然后这个 用这个笔头 按B键 这个笔头 你找一下 你看这里面有一个 general brush 然后 这 这种笔头 其实自己做也可以 这种笔头 你看 调整个笔头 调整个笔头 大小 这个 你用Ctrl-Shift-U Ctrl-U 你其实 你就要画黑色 然后这个 这个Dirty 你就叠加上就行了 Soft-Light 然后按V 这个不要用词了 Ctrl-U 调这个名案 嗯 这样是就舒服的 整体的是百分之百 这是黑的 你要白的话 你就Ctrl-U 挑白 这不就行了吗 按B键 抹一抹 A 退一下 按X键 画白色 能看到吧 你可以按30% 这样是 嗯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 做点旧 对不对 长膜的地方 做点旧 然后这个 你也可以用别的笔头 就是一拉 它有点那个旧的感觉 就调一下间距啊 什么的 那样式的 像不干脚粘锅 这是效果其实都很好 啊 那么 这个东西本身的高光 你可以新建一个图层 这个叫Specular SPC 这个就是用这个 Overlap 然后按B键 这个笔头 恢复到正常的 然后选这个X键 交换一下 按D键 恢复前进色 背景色为黑和白 按X键 交换背景色 前进色 然后现在这个是白色 在这个地方涂抹一个高光 然后按E 橡皮 按D键 然后擦一下 然后按B 可以点击一下 强调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有了项目 日本人可能要求你 把这个东西分层化 这个你就多画一下 这块衔接好 然后再按E 再 把它蹭掉 看到 看到 这层就是高光 Specular 你就画白色 然后叠加一下去 有纹理 有高光 是不是就越来越好看了 然后 那个图案缺少的 你就在这个Color里面 补充一下 你可以用那个形的这个工具 找圆角 画这么一个形 填充这个颜色 往里面摆 你可以用笔锡这个颜色 然后再看着里面 找重一点 然后在这里面涂抹一下 新建一个图层 确认了以后再去合层 比如说这个你可以 拉一刀线 然后 笔头不够粗 你就复制一个 按Alt键 复制一个笔头串一下 按E合层 然后Ctrl T变换 这个斜一点 斜一个边双击 然后你可以把它 拽一个Ctrl T 水平 垂直翻转 然后再拽一个 然后再Ctrl 里面这个 Ctrl T 再回来一点 我这个脚步度 稍微有点大了 然后合层 然后上面这个 你可以 要不你就自己再画一笔 凭感觉 美术 反正 看到没有 这个明显能看出来 一个深一些 一个怎么样一些 你没事 不要紧 擦一擦 这个合层 这个短一点 保存一下 到这边看一下 有点小了 是不是 不够宽也不够长 那你就大一些 看着这个线条 我的天哪 少很多 Ctrl T 这差不多了吧 然后对着这个线 这个线 这个线 勒漆一点 给它删掉 Shift M 到时候做过过度 那个地方 做过转这个就好了 保存一下 这立马就像回事了 那你这个还得再往上串 没有那么大 长度还可以 这个 这个往上一点 然后这个长度还可以 这个再往上一点 你看这个线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底下它 毕竟它 包裹去了 但是上下 要是没有细心 你别的角度 它也不好看 怎么样 是不是挺漂亮的 后面也画出来 这上面这个格 哈 你西这个 你直接在这个 我看看这个 这个 你要么画形里头 要么你画Au里面也行 Au里面也行 Au里面不好 颜色变成了 就画到形里面吧 把这都去掉 你看 它就是个颜色 对不对 直到现在 这个就是个黑白 然后这个就是做脏的 那个 然后这个就是高光 小白色 小白色调 这样它综合起来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小白高光 这里头你可以新建一个 NB键 ND键 NX键 在这个线上呢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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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高光 然后你把它去掉 按E 擦一擦 然后这个是Overlap 这个也是这个 然后它俩就可以合成 然后 保存一下 到这边你看 这个细节 有点太小了 到时候你把整个这个顶面也画上 它就粗矿一下 然后这个东西基本上就这些吧 然后有一些细节自己加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 你可以弄个detail的层 这个Au其实也可以 比如说你这个是黑 新建一个 Au是什么 Soft light 这个也是Soft light 然后你用这个黑暗色 1% 画一刀 不够是不是30% 画一刀 大一点 那么你反过来用白色再给它画一个 小白边 按这个E结橡皮 按0 百分之百 然后按这个笔划 擦掉一部分 高光越集中越漂亮 懵懵懵懵懵 对不对 按B结 按X结 画黑色的这个 画一个这个型 上下的可以圆一点 然后白色 还记不记得 再交换回来 不行就放大一点 把笔头 不要这个网格这个状态 笔头细一些 勒齐了就这一个像素 N1 N1 30% 稍微擦一擦 N3就是30% N1就是10% 还行 然后这一块可以复制呢 是不是 但是你要是说太工整了 那你就擦一擦 或者是再抹一抹 还是NO 再提亮一点 这层就是黑白 其实就可以放到AO里 然后合层 拖拽一个 合层 拖拽一个 差不多了吧 然后整个这个拖拽一下 放到这 然后合层 这个就是细节里面 又多了个黑白 又多了一个黑白 造型了 然后Ctrl S保存 这边这个细节就又有了 更新了 是不是 就越来越好看了 这个AO啊 我当初打算自己画 后来也想算了 就是就烘焙一下 这比较快 行不行 你在SP里面 实际上它给你的智能材质 也是弄AO 转这个 弄做旧 其实你自己PS画 其实也一样 有意思 画 但是复杂的东西用那个快 简单的东西用这个画 它好玩 行不行 这个就到这吧 也许世界就这样 我也还在路上 没有说 没有人能诉说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是软眼眶 又不敢懦弱 低了头 费在白州 借上所有的着服 像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的向前走 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大魔的决恐惧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有你的光 就是藏黑暗 究竟所有的孤岛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也许世界就这样 我也还在路上 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是人眼眶 灵魂会越过黑暗 大魔的决恐惧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有你的光 就是藏黑暗 这些所有的孤单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灵魂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它不一切恐惧 它不一切恐惧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有你这光 就去藏黑暗 有你观众的力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在 vigilan 在 bege Kelsey 卡到渡 绝 Ab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遥远的夜眶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 是那弯弯的小桥 小桥的旁边 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优雅 是那童年的阿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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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嬌摇着船 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歌声随风飘 飘到我的脸上 脸上淌着泪 像那条弯弯的河水 弯弯的河水流氧 流进我的心上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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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过去的歌谣 哈 哈 故乡的月亮 你那弯弯的忧伤 转透了我的胸膛 啊 啊 啊 永远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 是那弯弯的小桥 小桥的旁边 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有哑 是那童年 权渠的小船 作词 故习 一次个人 词同日 制作人 曲最后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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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队 曲 编曲 编曲 权渠ENDO 中文 第三月 宣伟大幅 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 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 你听过最美的旋律 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 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 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 我们在一起说过 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 清平淡淡 安安静静的老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 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 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 你经过最美的旋律 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 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 我跌跌撞撞撞撞 奔向你 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 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 请平安的 安安静静的老去 您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